这是小鹏新皮7 前两天上市 起售价高过小米苏西 这两天开在路上 那真是目光收割机 这个颜色 这个车型这么乍野 那它的三电续航能力 实力几何呢 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一跑到底 我是你们主持人阿变 今天我们来跑 小鹏新皮7 冬天之前咱们老生常谈 测试车辆 测试规则 续航路线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这次测试的是售价 259800的小鹏P7 750四驱性能 Ultra 选装了限时优惠的 21寸轮圈 跟副价的零中力 车价来到了273800元 也因为选装了21寸锻道轮 满电CLTC续航 也从750公里 降低到了680公里 电池容量92.2度 双电机四驱最大功率 437千瓦 百公里加速3.7秒 在这个SUV都2秒破百的年代 P7的动力明显 选择了克制 十分成熟 车辆试试方面 我们依旧是动力模式舒适 动能回收低 车辆尾翼自动 空调23-24度 两挡风 冷胎胎压按照车辆名牌 充气至半载标准挡位 前后2.7 出发前 插枪补电至100% 出发前 最终表显CLTC续航 为680公里 天驱暴显是测试日 最高气温28度左右 车上依旧一车两人 并随车携带 必要拍车设备 符合半载载重 测试依旧是熟悉的 惊凶高速 大型金山北线 惊台高速 再加南六环 一圈全征高速 84公里 水源架 顶着限速开 跑到表显续航到0 测出这台车的 实际高速续航历程 然后接下来 下高速继续绕圈 绕到趴窝 极限里程有多远 上次试驾 小鹏P7 是它的820大电池的 后驱版本 那台车我的评价是 它要比苏七的标准版 跟Pro这两个后驱版本 要开着更成熟 更好 那现在我们换到了 P7的四驱版 那它比那台公认的 驾驶者机器 苏七Max 怎么样呢 那我的评价是呢 这台车不如苏七Max 那么硬核 那么那么的纯粹的 偏向驾驶 那它很大程度上 还是偏向了舒适 运动作为这里边的 很大一部分的调味 并不是主菜 当然了 这不是说 它没有赛道跟山路的优势 这台车在这赛跑出来的成绩 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 我只是说 每台车都有每台车的性格 P7的性格 更适合作为一台 像GT一样车型 非常优雅的 快速的 带你到目的地 而且这台车还有很多细节 人机交互方面的 我很喜欢 比如说就是HUD上面 往前砸东西 很好治疗了我的录怒症 还有就是小P 虽然以前小P作为语音助手 已经很好用了 但是这次屏幕 可旋转了 给我一种第一次看到 Nomi的那种惊讶感 不光是一个会问会答 会帮你操作车辆的助手了 它现在仿佛有了生命 当然了 P7还是有一些小问题的 比如说小鹏一贯的 动能回收偏大的这个事 在P7上还是存在 我们测试驾驶 日常都会用低动能回收 但是小鹏的低动能回收 相比之下 更像是别的厂家的 中高的动能回收 平时在城市里开 可能没什么感觉 但是像我们今天是在高速上 一路高速的开 在120的速度下 你突然松开点门 你还是会感觉 有点头拽感的 除了之外就是这个后排空间了 我在试驾里也说过 这台车的后排头部空间 确实有点局促 当然了 这是为了向造型妥协嘛 除了这两个小弱点以外 我觉得这台车真的 太让我心动了 看到这儿 我也就不跟大家卖关子了 小鹏脾气在高速上 共计行驶了 505.5公里后 表显电量归零 成功成为我们榜单 首个高速续航 突破500公里大关的选手 行事时间5小时27分 行事均速每小时92.7公里 根据满电C27C 续航680来计算 小鹏PC高速续航达成率为70.3% 也是榜单里第一个破7的选手 上次测试小鹏G7的时候 问题主要集中在表现续航归零后的 极限里程过短没有常见的藏电 这个问题到了新P7这儿 便不复存在了 表显双归零之后 P7留给车内成员14.7公里 极限寻找充电装的机会 比G7内不到3公里的成绩 还是富裕了很多的 P7最终爬窝续航里程520.2公里 最终的续航达成率76.5% 这两个数据在我们的榜单中 也是创造了新的机率 小鹏PC的低电量表现 跟G7如出一辙 剩余电量9% 小电池默默变黄 并且导航开始寻找周围的充电站 电量剩余4% 小电池变红 文字伴随警示音 提示驾驶员即时充电 电量省于2% 空调压缩机停机 冷风温度上升 电量归零之后 动力开始逐步衰减 直到最后爬窝 由于刚好爬窝在充电站内 所以我们无法判断P7的低压系统 是否能在动力电池没电后 留有足够的冗余 但是根据我们此前测试小鹏的经验来看 这个点问题应该不大 跑没电了 那自然要好好聊聊补能 此次充电 我们依旧是采用云快充 位于房山区的超级充电站 最大电流400安 最高支持1000伏电压下的 400千瓦充电速率 上一次G7充电 我们评价其功率表现亮眼 但是如果能提高一下电压平台 那整个表现将会更加突出 那这一次 新P7电压平台不出所料的 提升了一些 随之而来就是更高的平均功率 用时36分钟 用户端显示 冲入101.68度电 平均功率169.47千瓦 在我们测试过的所有车型中 这个平均功率仅低于小米预期Max 希望小鹏下一步继续努力 继续提升电压平台 下次咱们直接把榜单的最快充电车型 拿走 再来看充电曲线 小鹏P7的充电最大功率 出现在72%电量时 为298.7千瓦 并且从5%开始便达到了 超过250千瓦的充电速度 一直保持到了80%电量 依旧还有260千瓦的功率 相比G7不仅整体功率有所提升 超快充的区间也有所扩大 所以整体的用时也是更上一层楼 在日常用车最为常见的20%到90%区间 P7充电仅用时16分36秒 吃顿早饭时间 就能补充大概350公里的高速里程 已经能覆盖绝大多数人的用车需求了 最后再来聊电号 根据用户端充入电量101.68度来计算 小鹏P7750四驱性能Ultra 行驶520.2公里 最终用户端电号为19.55度每百公里 作为一台长度超过5米 轴距超过3米 并且还是四驱版高性能的车型 这个数据表现已经很不错了 如果您的远途需求大于性能需求 那两款后驱版的P7 预计能拿下更为亮眼的答卷 也就更满足大家的需求 小鹏P7无论是续航成绩 还是充电表现 都值得新标杆的这个称号 再加上夸张个性的外观设计 优秀的内部配置 以及极富诚意的价格 P7可以预料将会成为小鹏的 下一个明星车型 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 对这台车怎么看的 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 你们想看的车型 你点名后边我们跑赶他